距今約兩千五百年前 在印度摩羯陀國首都王舍城的宮殿中 阿瑟氏太子受到提婆達都的蠱惑囚禁父親 提婆蘇羅王自己登上王位 連帶贖給丈夫的韋提西王妃也被幽禁在房間裡 可是韋提西聽到世尊的說法 內心得到了拯救 宮殿中的女人也一心念佛 阿瑟氏王這時才覺悟到 再折磨自己的母親也是無意的 佛典故事 阿瑟氏王 這時提婆達多因為自己收到了不少弟子而洋洋得意 來到世尊所在的竹林經社 在江南的竹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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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提婆達多來的 世子 遺婆達多來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是想向我炫耀自己的力量 好久不见了 世尊 不过 几次在脱波的图中看到你 而你总是匆匆地走壁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说你真的这么怕我吗 我当然不是害怕 我只是想避免无用的议论 无用的议论 你们得到阿瑟士王的厚重供养 内心骄纵起来 失去求道的清静心 喊这种愚人 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太可笑了 得人供养 储备力量哪儿不对了 有了力量修行才有进展 不然要怎么能够拯救民众呢 要怎么才能够推广教法 照目前的情况下去 世尊 您宝贵的法会遇到瓶颈就此断绝的 世尊 您已经老了 我看您就在附近选个地方养老 享受极灭境地吧 以我看 不久之后 干脆就由我来代替您 说法讲道吧 他想来代替世尊的 提婆达多 现在就算是舍利佛 跟牧连都不能代替我 哪里轮得到你这种 仗势欺人的人呢 我连一个弟子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你 你离开吧 受到世尊斥责的提婆达多 从此怀恨在心 最后终于下了可怕的决心 我要杀死世尊 国王 希望你能够借我武功强的士兵 国王采纳了我的计谋 求尽国王而得到了王位 请你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 我当然记得了 就照你说的去办 你先去 立个大功劳回来 是 他要是回来就马上把他给杀死 是 出来 他们要是回来就马上杀死他们 是 等他们回来就叫国王把他们统统给我杀了 这样一来一切就没有人知道了 它run 哇 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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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等你 请原谅我 刚刚我还想要杀您呢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吧 请你原谅我 请原谅我错了 你确实是做错了 但是能够忏悔也就够了 我能拯救你的未来 我也等你们好久了 统统出来吧 不用害怕 统统出来 听到世尊充满慈爱的声音 每个士兵都忏悔请罪 成为世尊忠实的弟子 这时候在宫殿王妃的房间里 阿舍士王的柚子为了肿浓之痛哭个不停 阿舍士王抱起柚子 自己用口吸出指头内的脓 一直注视这个情景的 是国王的母亲问提西 我想起来了 母亲原来你在那里啊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事 就在你也是这般大的时候 因为手指头长浓 痛得哭个不停的时候 你父王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把你抱了起来 用口吸弄出来 唯一和你不同的是 他怕孩子看到了血 会心里产生害怕 所以他不把血弄吐出来 反而自己把血吞下去 什么 你现在这么地疼小王子 相信现在你也能够了解 你父亲的心情了吧 你父亲他是这么地爱你 辛辛苦苦地把你抚养长大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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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兵在不在 师兵 把父亲从牢里放出来 谁都可以 把国王活着救出来的人 我就给他一半的领土 听到没有 是 可是士兵们打开牢房的时候 只看到平婆梭罗断气的尸体 太迟了 我应该承到活着的时候 把他放出来 你父亲他听了世尊的说法 应该可以让他上戏听 不停 大 特殊 和国王 没什么 怎么办 政治 第一 倒是我担心的事还没有解决呢 上次我们派去的士兵全部都失败了 这次必须借我更有用的士兵 你有在听吗 国王 你出去 什么 都是因为你害我做下了无可挽回的事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是你该对我讲的话吗 你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吗 住口 你给我听好 从今年起终止给你的供养 不准你再踏入宫殿一幕 你少不了我的 住口 现在马上走 马上滚 好 我不借助你的力量 一切我都自己来完成的 就这样 提婆达多带着弟子们离开了王舍城宫殿 另一方面 阿瑟士王受到良心的责备 从那天起得了重病一举不起 全身长出恶流 流出血丝 还发出恶臭 人们害怕得不敢接近他 照料他的人也只有母亲未提息 大臣们不得已 只好远远地站着 鼓励阿瑟士 国王阿 您觉得怎么样了 我要死了 这是报应 我会下地狱去的 不管是再好的医生也治不了我 我没救了 国王你怎么说这种不争气的话呢 人可好好的怎么来提死的事情 地狱只是人想象出来的 根本没有人亲眼见过呀 术定是 国王啊 我知道一位有神通力的修行者 我请他来问您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们都知道 国王他是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的 就算是他杀了父亲 也没有罪啊 这是自古以来 国王所拥有的权利 我有一位灵力的神通修行者 我想请他来看看吧 也许他会有办法的哦 地狱的地呢 有生命的意义 至于狱呢 也有吉跟酒的意思 合起来呢 地狱就是生命长久之意 国王应该感到欣喜的 我有一位这个修行朋友 他非常厉害 马上请他过来 为您看病 一定会好的 您放心 说起来啊 您父亲就是过于看重世尊跟他的弟子 而疏远了其他修行者 国王之死呢 正好能够消除那些个不平的现象 换句话说 也是有好处的 听你们这么说 我觉得人轻松一点啊 那就请出名的修行者 加罗师托来为您治病 六位大臣推荐的都是六师外道 全是当时评价极高的修行者 阿瑟士王虽然心动 却没有请任何一个人来 第七个来访的是医师齐婆 齐婆是阿瑟士的亲戚 年轻时候就是有口碑的医师 大臣们说的都只是一时的安慰 是欺骗你的 你不可以被迷惑 希望你能够明白啊 也许是这样没错 但是 国王 你确实是犯下了大罪 这是不应该的 再怎么样的蛮混 罪还是罪 它不会消失的 你知道吗 看样子我是没救了 有救的 好 国王 你现在会得到重病 完全是因为你内心在责备自己 惭愧 忏悔所引起的 所以你有救的 我还有救 是的 世尊他曾经说过 有二百法能救众生 一是惭 另外呢 就是愧 惭是在自己的内心 是自己支持而不做恶事 至于愧是出现在外 使人不做恶事 只有这两个具备的时候 人才会成为完整的人 所以无论犯下了什么罪 只要有惭愧之心 得救之道一定会打开 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世尊说的嘛 不错 国王 你深吟地说 任何名医修行者都治不好你 可是依我来看 世尊他是唯一能够治好你病的人 所以国王请你马上前去拜访世尊 这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借士兵给蹄婆打多 我借士兵让他去杀世尊 现在我还有什么面目去找他呢 我看 我是没有什么希望 不要犹豫 什么人 照着齐婆的话去做 你是谁 国王的父亲你在哪儿 孩子啊 现在你就去找世尊 好 好 国王 国王 你振作起来 你怎么了 国王 你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啊 在王舍城外的林子里 世尊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必须要拯救阿瑟士王 在那之前我不能死 不能进入涅槃 为了那位国王 我必须活更久 宫殿内的阿瑟士王 此时几乎要断气了 这时 世尊集中精神 进入月爱三昧之行 月爱三昧是宛如月光祥和照耀一切 不分身份与贫富 职业 使佛的慈悲平等地包围人们 减轻人们烦恼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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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啦 我到底怎么啦 国王 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 不用再担心了 那你知不知道 刚才的光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世尊送来的 因为那个光的医治 国王的病已经痊愈了呀 原来如此 大家听着 天亮就出发 去朝拜世尊 齐伯 你也过来 迎接阿舍士王的世尊 为阿舍士说法 你本身有罪 你的父王也有罪 可是你父王忏悔了 所以他没有堕入地狱而得救了 现在你强烈地反省忏悔 在这种情形之下 哪有不能得救的道理 听到这儿 阿舍士王高兴地哭了 不久前 治好怪病 拯救阿舍士王身体的世尊 再次地拯救了国王的心 提拯救阿舍士王大夫大爷 国王放弃了我们 倾向世尊那边的怎么办呢 大事不妙了 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 放心 国王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世家的弟子 有一天也会臣服我的 你们等着看吧 真的吗 真的吗 放心好了 世尊会经过这列 千万别失败的 你知道吗 直转成功 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 不要粗暴 别忘了本来的温柔之心 提婆达多杀死世尊的继母又失败了 你们看到世尊的力量没有啊 你们看到世尊力量 你们看到世尊力量 好厉害啊 好厉害 吵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说您的神通比不上世尊啊 他们说我想要去当世尊的弟子了 您说这下怎么办呢 师父 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了 怎么办呢师父 可恶 可恶 世尊只不过是一介人类 他的身体受伤也会流血 被岩石打中也会被压得最烂 这个事实 我今天一定会让你们亲眼瞧见 师尊 这次一定要你死 师父 石头掉下来了 快点躲起来 快点躲起来 师尊小心啊 师尊 你们放心 师尊 您的脚 棋谱 是 怎么样 师尊 会不会痛啊 不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危害不了我 提婆打多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们看 世尊的脚被石头打到他流血了 所以世尊再怎么样 他也只是个人而已 你们没有必要怕他 你 你 住手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什么病啊 国王 把剑收起来 怎么样的怨恨恶行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 提婆大舵 你确实做了恶事 可是你做越多恶事 更会促使我致力于传法 而我所传的法 将能够拯救更多的人 为他们打开得救之道 光是这件事 就足以抵掉你的罪恶 你们都不准下手知道吗 爸 太吧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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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去哪里 我在这里呀 师父 我在这里呀 回来 因为我们就要讲 我自己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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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带来 我自己戳过 我把你戳过 我自己戳过 你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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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戳过 我 难道我就这样玩了吗 我不能够输 绝不可以输 你们给我走着瞧 走着瞧 提佛达舵后来不死心 还想杀死世尊 于是堕入地狱 而阿赦世王就像平婆梭罗一样 经常地听取世尊的说法 在世尊涅槃后 继续外护佛教 帮助佛教 作词小春 继续外护佛道 继续外护佛教 继续外护佛天 继续外护佛环罗一样 感谢观看